据《华盛顿邮报》报道 超过175名美国公共卫生专家 科学家和社会团体领袖 以及50多家机构 10号发表一封 致美国总统拜登的联名信 呼吁美国政府立刻采取行动 扩大疫苗的生产规模 并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或其他国际分配机制出口疫苗 以满足全球抗疫需求 防止更危险的变异病毒出现 信中说 德尔塔毒株的出现 造成世界多地新增病例激增 这凸显了新的变异病毒 对美国和全球其他地方 迄今已取得的抗疫成果 带来的威胁 面对这种威胁 美国必须快速提高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产量 以在今年年底之前 覆盖近40亿人口 同时利用技术转让和财政支持 使世界各地疫苗产量进一步提高 联民信恳请美国政府 利用现有资源 在6个月内 建立每年80亿剂的 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产能 并在一个月之内公布相关计划 同时呼吁政府 在世界各地就信使核糖核酸疫苗 和其他疫苗的开发和生产 开展培训和技术转让 并在一周之内 立即开始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 或其他国际分配机制出口疫苗 每周至少出口1000万剂 联民信说 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有超过5500万剂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库存 而当前每天接种量仅为约90万剂 按这个速度 美国仅消化现有疫苗库存就需要两个多月 而目前各厂商仍在以每周1700万剂的速度 向全国各地输送新生产出来的疫苗 华盛顿邮报此前估算 美国政府囤积的新冠疫苗总量足够7.5亿人接种 而美国成年人口仅2.6亿 就在美国大量疫苗被闲置的同时 世界上许多国家却挣扎在 没有足够疫苗可用的困境中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8月10号 非洲只有约1.56%的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在美国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